今天视频我们会拿两台不同型号的Kawai Upright Grand来做比较 那首先我们来听看两台声音的差别 我们来听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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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完两台的声音后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两台之间的差别是在哪里 首先我们先来看的是这一台 Kawai K48 它的外形外观跟Kawai UX50几乎一模一样 甚至连高度长度宽度也是一模一样 那么它们的差别在哪里我们现在来看看 首先来看看Kawai K48使用的琴锤 您可以看到那个琴锤是没有红芯Underfeld的 通常在Kawai高端钢型型号的钢琴才会使用到红芯Underfeld的清锤 因此Kawai K48这钢琴型号比较偏向中端型钢琴 至于它的出产年份 至于它的出产年份Kawai K48是属于60年代的型号钢琴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踏板Battlerod是木做的 接下来大家可以注意看看这台K48钢琴弦的部位 您可以看到里边的旋部位分成三个部分 下面中间上面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去看看US50 这些一模一样的部位 好的这台就是Kawai US50 我们来看看它的外形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K48外观的两只脚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它的里面 所以一样的 我们先来看它的钢琴琴锤 您可以看到Kawai US50 Biano Action用的钢琴琴锤 是有红芯Underfeld的 因此Kawai这款US50是属于高端钢琴的型号 至于它的出产年份呢 它是属于80年代的钢琴型号 它的尺寸、高度、长度、宽度跟K48一模一样 我会把它的尺寸全部放在荧幕上供于参考 接下去我们会看钢琴里边弦的部位 OK注意看看这边 你可以看看选的部位比起刚才的K48 里面选部位是分成四个部分 然后呢这里US50踏板的Baddle Rod是金属做的 那么至于价钱方面呢 我们这类似的视频可以把它收藏起来 并且关注我们 我们长期会再制作这类似比较系列的视频给大家 感谢观看